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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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市场对台湾的这一个影响 就是说有什么机会有什么挑战 那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 因为新兴市场在台湾是一个非常大的迷失 在台湾有一些人认为新兴市场发展很快 然后马上就会非常伟大 这一些新兴国家马上就会把所有这一些先进国家都赶到垃圾堆里面去 但是有一些人甚至就是跟刚才同一批人又认为这一些新兴市场很差劲 所以我们如果到新兴市场去我们就可以做网 我们就可以好像拥有所有的新兴市场 这样矛盾的看法在国内很常见 在国外也有一些人认为新兴市场也许就要崩溃 那么这一些看法很可能都只是某一些极端 我们站在台湾发展的立场 我们必须要很精准的去看新兴市场为什么会发展 所以它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 因此它在这发展中间 有哪一些机会我们可能可以得到 但是很重要的 有哪一些发展可能会对我们造成伤害 那我们怎么样 有一个好的对策 一个客观的对策 去看新兴市场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这一个三位教授 来跟我们报告他们的一些心得 那我想现在我就先请刘锦隆教授 主持人陈董事长 各位在座的贵宾大家好 很高兴可以来参加这一场研讨会 而且当第一场研讨会的报告人 那我报告的题目是新市场的前景跟挑战 好 然后首先的话 我特别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就是 在国内普遍会将新市场 特别用金砖事果来讨论 然后我提出一个相对的 应该是是不是应该讲新兴市果 然后金砖事果我们这个指的是 我们讲说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 那这四个国家因为简称BREAK 然后这是2010年由高盛德奥尼尔的总裁所提出 那其实在高盛当时候的报告里面 他并没有在里面讲 它是一个GOLDEN BRIC 就是金砖的概念 根本没有 然后所以事实上后来 为什么会变出金砖事果 特别是金砖的概念 基本上都是中国人的说法 特别是中国舆论界的说法 所以特别是因为 中国人他们在这四个国家里面 基本上他们觉得他们是王 所以他们认为说把它讲成金砖事果 这可以 但是我想比较正确 或者比较事实上的说法 应该是所谓新兴国家 Emerging Economist 这个指的是快速发展的国家 所以我想说BREAK来称为新兴世果 应该是比较符合目前国际上 特别是国际经济学界上的一个说法 所以我特别借用这个机会来表示 我对用这个金砖事果 这个字眼上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然后BREAK这新兴世果家会受到重视 特别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 因为它还是维持高的经济成长率 所以就受到各界非常的重视 就是认为这四个国家可以带动全世界的一个发展 而且好像是全世界欧美国家 不靠这四个国家的话 大概就没办法发展下去 然后其实当然我们来看 这四个国家的能够发展 那有一些基本的结构因素 大概就土地面积非常的大 这个俄罗斯是最大的中国第三 巴西也是第八 然后印度也是第七 另外的话人口非常的多 中国跟印度两个国家的话 目前就25亿的人口 占全球人口将近37% 那因为这土地广大 土地广大的话当然一般方面资源就会比较多 人口多的话当然有人都必须要消费 所以基本上来讲 当然就经济活动的力量就会比较活络一点 所以名目上 他们这个国家的名目的国民所得 当然就变得很高 中国就变成全世界第二个名目所得高的国家 然后巴西居里第七位 印度也是第九位 连俄罗斯大概都第十一位 可是在这四个国家里面 其实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是有不一样 然后中国跟印度 其实是比较落后的两个国家 所以这两个国家 他们个人的平均所得 其实还是相当的低 中国大概4000多块美金 印度大概1000多块 然后在其实在2001 2011年就去年 去年其实IMF 国际货币经济会的世界展望报告 就开始对这四个国家的发展 就开始在打问号了 他的看法是这样 第一个就是美国跟欧洲 欧元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 所造成的这种产出的影响 这影响是没办法米平 到目前都没办法米平 那这没办法米平 只有新国家同样会受到这样的影响 然后新国家受到影响也没办法恢复 所以这个也就可以看到 最近的一些经济情况 出现的情况 就跟他们所讲的是一致的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新国家还是会面临 所谓通货膨胀的压力 特别是能源跟食物价格的上升 那这样的上升会推升工资的上涨 然后这样的发展的话 其实对两个国家最为不利 就是分别是中国跟印度 然后另外的话 其实新国家在2005年到2010年 都出现非常庞大的信用过度扩张的这种现象 而这现象的话 最明显的两个国家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巴西 他们认为这两个国家 在这种信用扩张之下的话 有发展上很大的危机存在 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看到 四个国家里面 它其实很明显就顶了 顶名三个国家的未来发展 其实是要受到很深的挑战 然后我们因为我们要看长期的部分 然后这一部分 我感谢李前总统 上次在聚餐的时候 特别写说 看一下他们的人口发展 所以我特别去针对中国跟印度的人口的发展问题 拿来做一个讨论 然后这个是美国砌研究所的一个expert的博士 他曾经之前在外交记忆康 有发表过 所谓人口发展的文章 后来他2011年在做修正 修正之后 在美国经济研究所他们的一个报告 他这边还讲说 其实过去20年来 全世界的经济发展 特别是这种新国家 中国跟印度的发展 其实多少都有受到 我们讲的所谓人口红利的影响 就是清赚人口增加 可是他说 这个发展其实到现在 已经开始看不到了 特别是中国 他说目前大家 全世界对中国的未来的经济 发展的目标 基本上都没有考量到 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中国人口的结构 如果从2010年未来20年之后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 清赚人口降低最快的一个国家 这个 特别是15岁到30岁人口降低 非常的明显 在未来20年 然后这边有一张图 这个就是指这个蓝色 因为这是男性女性 我们看男性 男性这蓝色的部分 指的是目前的现况 目前2010年的现况 然后没有就是白色部分 指的是未来2030年的现况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现在的中国 现在清赚人口 在40岁以下 其实还占中国人口的一半以上 可是到2030年的话 40岁以下人口远低于一半了 就是特别是50岁以下人口 大户的增加 然后这个清赚人口的部分 其实消失掉 特别是就15到30几岁的这一部分 降低了非常厉害 好 所以在这边的话就谈到 未来20年 中国人口发展 有一个非常有四大的问题 特别要去讨论 第一个就是它的劳动力成长 已经就是不再增长 我们所谓的就是它的工作人口 在未来从预估在从2010月16年之后 每年是1%在往下降 这个是过去国家 一边大国家一边少见的现象 第二个是人口的结构快速的老化 未来20年 中国人口快速老化的现象 是他们认为是过去历史上 没有见过的 唯一比较快速老化 就是说比较明显的国家是日本 可是日本的人口快速老化的时候 是当日本已经非常富有的情况下 它才出现人口快速老化 可是中国在还没有富有之前 它就挺很快速老化 所以这个是过去少见的 另外 它的未婚年轻男女 会大幅的增加 大幅的增加主要是来自 他们一态化的结果 因为一般就人口统计来看 我们男女婴的比率 男女婴儿的比率 大概是在103到105比100 这样的一个比率 可是中国在2005年的统计 就已经出现 男女婴的比率 就是120比100 而且在持续扩大之中 然后这是全世界过去人口罕见的失衡现象 所以这种失衡会造成 未婚年轻男女的大幅增加 然后第四个最重要的是 他们认为 中国人口的结构 家庭结构的完全改变掉 这改变其实是男乎想要 就是说他们一态化的结果 在未来20年 所有的小孩子变成没有亲属关系 就是他没有叔叔没有伯伯 没有兄弟没有姐妹 没有任何的 没有这样的亲属关系 而这种亲属关系的话 这种改变掉 就是在中国 在东方社会里面 很多因为亲属关系的存在 让我们很多的经济活动 更容易顺遂的进行 可是中国因为这种亲属关系 未来20年 这种亲属关系 几乎不存在之下的话 他认为 就是说这种我们所谓的 以经济活动来讲 我们的交易成本 跟教育风险 就大户的增加 也就是中国会形成全世界 第一个非常严重一个 所谓信赖感 相互信赖程度 最低的一个国家 因为他没有亲属关系存在 所以这个是在他们西方 现在各界他们认为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严重 这是中国必须 他说在西方国家 过去当然人口再变少 可是他们的制度非常完整 所以在他们这个制度完整之下 这种所谓的交易成本或信赖关系 他们有受到这社会制度的保障 可是在目前中国这个部分是看不到的 所以这是提出来的 这边 然后同时也我们也可以看印度的部分 印度的发展 基本上印度目前出生率 还是算是稍微比较高的国家 可是印度的发展 它有两个失衡的现象 一个失衡的现象 就是说印度的北方印度 北方印度的话 一个妇女还平均生四个小孩 可是南方印度的话 一个妇女生两个小孩以下 然后南方印度是印度比较富有的地区 特别一些都市地区 重要的都市地区的话 现在的人口出生率已经降到大概1.5 这是印度 印度整个发展 还是靠它的都市在发展 可是都市的人口已经在大幅下降 另外的话 它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出生率高的地方 相对是教育资源非常贫穷的地方 印度的强迫市教育率 就是国小的强迫市 六年国教 其实才在两年前才开始完全实施 这个也很难想象 所以大家过去也知道 印度的这种就是稳满 事实上是很高的 所以印度的发展 所以如果最近资料就出来 印度的经济成长最近的情况 就一下子掉下来 掉到这边 然后掉到这边 它有更多的因素可以讲 只是它的发展 其实也没有想象的乐观 好那这样 新生国家这时候就谈到 当然我们一下就来谈 跟我们最密切关系的中国 自去年十月份开始 《华尔街日报》开始报导 中国主钱基金在收购 他们的一些银行之后 中国面临这种经济泡沫危机 就开始受到西方的媒体 非常的重视 所以你去看到 所有的西方媒体 从去年十月到现在 几乎看不到在报导 中国经济好消息 然后到了十二月的时候 克罗曼教授 诺贝尔经济学奖 大家也知道 他就发表一个 在《纽约时报》 就发表一个专文 他就讲说 中国的经济泡沫 正在明显的破坏之中 他强调说 中国的消费占国民所得 只有35% 可是投资占国民所得 比例高达50% 而且办事一半 是来自于这一种 所谓还地产的投资 他说这一种经济 贫持就是泡沫经济 而且他强调 美国 如果大家认为 2006年到2008年 2008年金融危机 是来自于2004到2006 美国的这种还地产 大幅上涨的结果 他说美国还地产 这倒下来都 都没办法逃脱 这种泡沫经济的损害 他说 那中国怎么可以逃脱的掉 他不相信这样的历史 可以不会再出现 除了这个以外 香港大学的南贤品教授 他最近持续在讲 讲说中国经济 其实有蛮大的问题 这是5月19日他在 应该是昆明的一个演讲 可是这个报导是前两天 在应该是大剧眼时报 他的英文版的部分报导出来 我可以看到 他说他认为 中国的经济会在 制造业的部分 会在2015年全面的崩检 他崩检的主要原因 其实还是来自于2008年 他的四兆人民币的 这种经济复苏计划 而因为这样的一个经济复苏计划 造成其实目前中国的产能 非常的过剩 干铁至少21% 汽车12% 水泥等等 这个我们就不太详述 这边多有产能过剩的现象 然后这个东西 这时候就 为什么2008年 2009年的所谓 中国四兆经济复苏计划 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影响 这是我就是后来看 然后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得这种换款资料 他的新增人民币换款 你可以看得到 从2009、2010跟201 这四年都超过8到10兆的 人民币换款 可是在中国在200年到2008年 其实最高还没有超过4兆 所以过去三年的换款 其实远超过过去十年来的换款 而这样的换款 完全跑到哪边 大部分是跑到所谓的 环地产金这个部分 而就是因为这个 然后他大幅的去建造 各式的infrastructure 或者是跑到我们的所谓环地产投资 所以这个部分造成了 其实造成很大的排挤效果 那我们前面在讲 就是说中国的消费 现在只占30几% 这30几%其实在十年前 中国的消费 其实占它的GDP到60%之多 可是Hallrain的发展到现在 反而逐渐在下降 所以这个是在经济发展上面 一般经济发展所得越高的话 是消费的占的GDP比重是未来越高 和中国是相反的方向在跑 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看到 有一些最近的工业生产指数 你看它工业生产 过去在2008年之前 是还蛮好的情况 2008年当然下降 后来上升 可是这几年也是晚了下 然后存货一直在增加 然后它的电力 电力使用的话 最近两三年来 其实一直在往下降 这个很显然在中国内部的制造 这一步已经发生了一些问题 然后其实西方国家 现在很多人就在讲说 现在有所谓Ghost Town 过去的Ghost Town 我们也在讲都是废墟的地方 可是现在有一些 所谓的摩登的Ghost Town 它在哪边 它出现在中国 它是建了 这个是Time杂志出来的 这个你可以看到 这么 建了这么多黄子的地方 这到底是哪边 这是内蒙古的耳朵石 建得非常的漂亮 这个 然后这是他们用蒙古包建的 这个是他们的某印建的 然后环子建得漂亮 可是各位看的 这些环子 这些现在是没有人居住的 这个没有人居住的地方 这是没有人居住的 也许各位说 那这蒙古是不是唯一的案例 不是 其实很多西方国家 好 这边是一个海南岛的部分 海南岛 你看到建的这么漂亮的东西 这环子建得这么漂亮 这边 他这个作者 他经由高速公路一看 这边建了 这边建了 他拍出来 可是一样 这些环子是没有人居住 而且他们说 这些环子到底建好没有 没有人知道 因为外观是好